奧运跆拳道金牌国手朱慕妍 去年花1400万要买一间公寓 签约了付了一成定金 结果屋主反悔了 他认为卖得太便宜了 所以大概不想卖了 他就说哎呀是仲介误导了房价 双方谈不拢 朱慕妍愿而提告 现在法院判定屋主应该要依照合约 房子要卖给朱慕妍 伸手矫健的前奧运跆拳道金牌 选手朱慕妍 去年买屋纠纷登上社会版面 官司残送一年多终于有结果 当时朱慕妍买的就是南京东路 五段这处公寓 想替自己找练习场 跟屋主签约后 没想到对方反悔闹上法院 因为你每一个房子就卡在那里 卡一两年 你想说心情会怎样 现在已经判解出来 当然会比较好啊 2011年1月双方以1400万成交 朱慕妍随即付了140万当头7块 事后对方控诉房仲误导房价 成交价格低于市价反悔不卖 除非朱慕妍价钱提高到2100万才肯卖 双方闹得不愉快对不公堂 那时候屋主认为房仲低报价格 其实这间公寓位在北市松山区 大概32到36瓶每瓶寒价50到65万 要是以最低瓶数跟价钱计算 至少也要1600万 当初谈定1400万成交 确实低于市价 法官根据双方买卖契约中提到 未保留任意解约权 只有在某方违约 另一方可以要求解约 但朱慕妍已经一约付定金140万 屋主没有全力擅自解约 判定朱慕妍胜诉 买物引发纠纷经过一年多的官司 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全案定业 最后朱慕妍终于能拥有这个房子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